百年时尚新千年翡翠琴 买A货翡翠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 2008年5月的一天 一群工人正在为太原龙泉寺遗址修建消防蓄水池 工人们突然挖到了一扇紧闭的石头门 他们疑心地底可能有地工 便立刻停工并将这一发现上报给了当地文物管理所 文官所马上派出考古专家到达现场考察 证实这个地工有可能是一座佛塔塔基 之后专家进入地工 找到了一个长度约58厘米的石寒 为了保证文物不受损 石寒被快速送到文官所的试验室开机 原来石寒内部先有一个木棺 木棺里面则是一个流金铜棺 再打开铜棺又出现了一个雕刻精美花纹 镶嵌着各种宝石的银棺 而银棺里还有一个赤金打造的金棺 这尊金棺长约九厘米 棺身并没有花纹 也未镶嵌珠宝 很是朴素 只有一条丝带继成一个蝴蝶结 绑在棺身上 但这条丝带却难住了专家 因为它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 虽然表面看起来完好无损 实际上却已变得非常脆 很可能轻轻一碰就会粉碎 为此考古专家们想尽办法 还请了各地各国专家前来帮忙 但十年过去了 依然没有找到不损害蝴蝶结的办法 因此直到现在 这尊金棺也还未被开启 目前它还被保存在文管所的低温真空箱中 静静等待着被开启的那一天 2011年3月24日 河南省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 卢文焕因病去世 他去世时 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遗产 只留下了一张60年前的奖状 但这张奖状的出现 却揭开了一个埋藏多年的秘密 甚至惊动了当地政府 他是谁 这张奖状到底有何来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